接下來我們把今天的部分要做個Ending 所以上個禮拜是這個 例年切到折線圖 按下去這個跟這個 其實這個怎麼做出來的呢 實際上就是把樞紐表先錄製有沒有 然後產生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叫樞紐表的一個劇集 一個Sub 然後再錄製樞紐表 把兩個集合在一起 就會變成這樣的效果 所以你可以那按鈕按右鍵 其實你可以指定聚集 也可以編輯就可以跳到 我們的那個程式的部分 姿態小一樣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的話 把它放大一下 至少放到14好了 OK 你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就是把這兩個有沒有 扣樞紐表跟扣樞紐圖 所以有沒有看到 上個禮拜主要是先 錄製一個叫樞紐表 再錄製一個叫樞紐 然後把兩個Sub直接集結在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將來呢 做一個按鈕叫 例年切到折線圖 就可以扣樞紐表 扣樞紐圖 就可以有這樣的效果出現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個區比例圖 個區比例圖怎麼做 一樣嘛 按下去 先產生這一個 再產生這一個就好了 如果你不會的話 反正一樣嘛 你就先錄製什麼 這個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一樣會做兩件 第一個的話就是 先錄製這一個 再錄製這一個 所以這個是一 這個是二 然後把這兩個 串在一起 叫做各區比例圖的一個Sub 就有這個效果出現了 所以我們來做一下吧 當然 這個部分跟上個禮拜一樣 所以我可能就會稍微講得快一點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一樣 你可能就彩排一下 那一樣我們假設已經彩排過了 所以我就先插入 那個錄製聚集沒有出現 所以這個其他命令有沒有 自立功能區 把它記得打開 因為這個環境好像會還原 所以我把這邊錄製聚集 然後聚集名稱的話呢 上個禮拜叫樞紐錶 OK 所以 所以這邊 記得名稱不能 如果用過了 你就不能用一樣的 所以 樞紐錶 我加一個底線好了 也許底線的話呢 然後後面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另外的一個名稱 就是 不要一樣的名稱 我確定一下 我之前 我這個各區筆記圖 我取什麼名稱 我看一下 我叫 對 樞紐錶底線區好了 就多一個底線區 讓它做區隔 所以一個是樞紐錶底線區 一個叫樞紐圖底線區 再把兩個串在一起就OK了 所以我們一樣 錄製聚集 所以開發人員錄製聚集 然後聚集名稱叫做樞紐錶底線區好了 好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了 所以把它蓋過去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取代 OK 好 然後接下來做第一件事 就是先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範圍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區拖拉到 記得哦 錄製的時候記得 跟我們平常做不一樣 先直 再列 OK 之前我們是先列再直 那你說老師那有什麼差 對,錄下來就是不一樣 OK,記得哦 先區 區拖拉到尺 再把區拖拉到列 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要的一個結果 但是這邊好像有一個NG 這邊好像有70個資料是空的 那為什麼七個是空的 那可能我看一下 應該這個我把它先停止一下 因為這個應該是NG 所以我等一下NG就重來好了 那我可以看到呢 這個資料裡面應該是有空白的吧 我看Ctrl向下 還是說 抓的時候是區的部分是有空的 對,這邊好像有錯誤的資料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刪掉 這個是我這邊才有啦 你們應該沒有 OK好 然後先把這個資料 因為我剛剛看有異狀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常常有同學遇到這種問題 老師為什麼我又多一些怪怪的東西 那你可以檢查一下 資料應該是有誤 原始資料哦 如果沒有的話那沒關係 那NG怎麼辦 沒關係重來 所以有時候NG錄製有沒有 所以剛剛的名稱叫 樞紐錶 然後底線區好了 OK,再來一次 所以如果NG的話 你就把它蓋過去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一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 二的話呢 把區拖拉到直 再拖拉到列 OK 那你說老師還是有怎麼辦 有時候可能重新整理一下 應該就OK了 如果不行的話 如果不行的話 可能還是要check一下 這其實 表示說呢 這個列 裡面應該有一些錯誤 我先把它 我先把它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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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